泰坦尼克号灾难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海上悲剧 108年前,这艘剧情豪华客轮在手蚝中撞上冰山并沉入海底 造成1500多人死亡 在灾难发生不久之后 轮船的那些令人困惑的秘密和丑闻就开始浮出水面 让我们深入了解泰坦尼克号的那些奇怪的事实吧 沉默的预测 没有人能预测泰坦尼克号在1912年4月15日 这一关键的日子里会发生什么 除了他们做到了 维连·托马斯·斯特德写了一部可怕的预见性的中篇小说 在别人想到建造泰坦尼克号之前 他就预言了他的小网 1886年,他写了短篇小说 一个人如何在大西洋沉默的邮轮中幸存 故事讲述了一艘类似于泰坦尼克号的船 他在海洋中沉默了 船上却没有足够的救生艇来拯救大家 但这并非唯一正确的预测 快进到1898年 摩根·罗伯逊发行了泰坦残骸 多么令人不安的名字 与泰坦尼克号的结局几乎一模一样 一艘名为泰坦的大型远洋克伦在大西洋撞上了一座冰山 由于救生艇数量不足 人们被冻死在冰冷的海水中 这些细节不谋而合 除了轮船沉默的月份不同 但更巧合的是 第一本书的作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 就在泰坦尼克号的首航之中 可悲的是 他并不是幸存者之一 泰坦尼克号真的名副 其实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在当时 它是同类船舶中最大的一艘 让当时最长的船相形见处 长了大约100英尺 泰坦尼克号从船头到船尾 总共有882英尺9英寸 它从龙骨到漏斗顶部有175英尺 总注册吨位为46328吨 从这个角度来看 它可以轻松地携带 超过52个奥林匹克大小的游泳池的水量 在建造过程中 它还需要20匹马来移动一个毛 而这艘船需要两个毛 但真正吸引人的是 这艘船的四个著名的烟囱 为什么如此吸引人 因为这艘船只有三个熔炉 这意味着第四个烟囱是假的 根据记录 这只是为了使这艘船 看起来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而添加的 无论它看起来多么令人印象深刻 建造这艘船远非易事 它在建造过程中 需要超过300万个铁卯钉 但存在供铁不足的问题 这意味着负责的公司 购买了更便宜的替代品来赶上工期 所使用的劣质铁卯钉更脆 容易断裂 港卯钉也被使用了 但只是在中央船体上使用 因为那里的硬力预计最大 船尾和船头使用的是铁卯钉 而冰山撞击的地方正是船头 科学家们认为 更好的卯钉可能会使这艘富丽 堂皇的游轮漂浮得更久 可能会夺挽救数百人的生命 货舱起火 没有人怀疑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 但目前的证据表明 这并不是使这艘不沉之船沉没的唯一原因 2017年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系列罕见的照片 在这些照片中 可以看到这艘全新的船的右舰船体 延伸出了一条长长的黑色痕迹 专家们怀疑这些是船上的燃料舱内燃烧的煤火留下的印记 由于煤火极难扑灭 所以这些印记是在船上的燃料舱内 由于煤火极难扑灭 大火很可能燃烧了好几天 温度超过1000华氏度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 在船上的消防员未能扑灭大火后 火势已失去控制 位于燃料空中的大火 并不会烧毁船只 但有可能最终导致爆炸 尽管如此 由于担心船东的经济损失 航行还是继续进行 拥有泰坦尼克号的公司的总经理布鲁斯 一丝没说 船主告诉他 他们应该在不可避免的爆炸发生之前 到达纽约并卸下所有的乘客 但是大火在6号船舱下燃烧 正是冰山撞击的地方 在这样的温度下 钢铁会变得很脆 船体结构完整性有可能受到影响 使冰山的破坏性更加严重 4月14日晚 泰坦尼克号收到不少于6个 关于海滨的警告 6个 尽管如此 他仍以接近23节的最大速度航行 都是因为要按时到达目的地 而且最好是在火灾导致爆炸之前 辽望员弗雷德里克·弗利特 证词说 他的工作在那晚变得很困难 因为海面很平静 由于很少有波浪打在冰山上 在黑暗中几乎不可能看到冰山 而且由于在南安普顿发生了混乱 辽望员甚至没有双筒望远镜 除了星光 他们周围一片漆黑 晚上11点39分 弗利特发现了冰山并发出了警报 晚上11点40分 发生了那场致命的碰撞 泰坦尼克号命中注定的航行中 最致命的败笔之一是缺乏救生艇 泰坦尼克号只载有20艘救生艇 每艘可容纳65人 这意味着 如果每一个座位都被占用 2435名乘客和船员中 只有52%能够幸存 这个小数字 从技术上讲 超过了法定的最低限度 是为了使邮轮看起来更美观 并使人相信它是不沉的 在现实中 它至少需要由48艘救生艇 来拯救船上的每个人 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 船员们几乎没有接受过 在紧急情况下 将乘客送上这些救生艇的训练 结果 20艘救生艇中只有18艘真正下水 而第一批下水的救生艇 却严重不足 第一艘救生艇上只放了28人 而其他大多数救生艇 也只是被训练不足的船员装了一半 在船完全沉默的160分钟里 船的情况不断恶化 恐慌真的开始了 在没有可用的救生艇的情况下 30人通过蹲在一个反转的 救生艇的船体上设法 保住了性命 在那些没有得到 救生艇特权的人中 只有9人被救出水面 其中3人因体温极低而死亡 总共有472个 救生艇上的座位 没有被使用 仅有31%的乘客和船员 幸存了下来 对于在泰坦尼克号沉默时船上的人来说 我们只能说这是属于富婆的好日子 泰坦尼克号的船票按头等舱 标准舱和三等舱划分 在头等舱的乘客中 97%的女性幸存下来 但头等舱的男性只有32%幸存下来 在标准舱 86%的女性幸存下来 而男性只有8% 而在三等舱 49%的妇女幸存 只有13%的男子幸存 可悲的是 只有50%的孩子上了救生艇 接下来的事情更糟糕 1号救生艇是一艘小型的木质切割船 实际上从未打算作为救生艇使用 然而 尽管可以容纳40人 但它下水时只有12人在船上 7名船员和5名乘客 他们都无视船长 妇女和儿童优先的呼吁 后来发现 船上的乘客包括 可思默达夫哥登爵士和 路西达夫哥登夫人 他们是苏格兰的地主 被指控贿赂船员 让他们不要为水中的人返回 达夫哥登夫人担心 冰冷的游泳者会淹没船只 结果导致许多人无谓的死去 事实证明 世界上所有的钱都买不到你的同情心 是否可以救出更多的遇难者 至今仍有争议 这是有道理的 在距离泰坦尼克号不到20英里的水域中 加利福尼亚号就栖息在 泰坦尼克号遭遇厄运的冰场中 他的无线操作员曾向泰坦尼克号发出信息 告知他们冰山的情况 但泰坦尼克号当班的无线管理员 杰克·菲利普斯回答说 闭嘴 闭嘴 我很忙 我很忙 十分钟后 他们撞上了冰山 加利福尼亚号上的守望者 都注意到他们在远处 看到的那艘船似乎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起初 他们以为他只是像他们一样停下来了 然后 在凌晨12点55分 他们看到了信号弹 他的军官向他报告后 加利福尼亚号的船长洛德 仍确信他们只是上升的星星 另一艘在58英里外的卡帕西亚号 急忙赶来援助剩余的幸存者 对加利福尼亚号拒绝帮助的全面调查显示 泰坦尼克号在沉默时 就在加利福尼亚号的视线范围内 但船长洛德拒绝帮助 在法庭上接受讯问时 船长的态度难以捉摸 还多次改变他的证词 有可能是他担心自己的船员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的安全 或者是太过骄傲 而不敢承认自己的懦弱 丑闻发生后 尽管船长没有受到指控 他仍然受到了严重的羞辱 无人员伤亡 现代社会存在一些相当糟糕的新闻报道 但没有一个比得上 1912年4月15日的报纸 由于信息不像今天这样辩解 关于泰坦尼克号新闻的标题 变化很大 世界报报道 泰坦尼克号沉默 没有人丧生 晚间太阳报的标题是 所有泰坦尼克号的乘客都很安全 被转移到海上的救生艇上了 而阿斯伯里晚报的标题是 泰坦尼克号在冰山撞击中幸存 虽然严重受损 但乘客们都很安全 他们究竟是如何出现 如此大的失误的呢 有理论认为 由于当时的无线通讯量很大 信息被交叉和中断 有一个问题问到了船的状况 得到的回答是 船正在被拖回哈利法斯克 船上的人都很好 但这并不是指泰坦尼克号 而是指其救援船 卡尔帕西亚号 真正的消息传来后 报纸标题迅速改变 过了几天之后 死亡人数才真正解释出 整个死亡的程度 有些人可能会把可怕的运气 与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 海难联系起来 但是对于奥维莱特·杰索普来说 运气是站在他这边的 1912年4月10日 杰索普作为一名女乘务员 登上了泰坦尼克号 她是设法在救生艇上 获得一席之地的少数幸运者之一 并被卡尔帕西亚号救起 快进到1916年11月21日 也就是两年多以后 杰索普登上了泰坦尼克号的 另一艘不沉姐妹船 普列颠号 该船遭遇了致命的爆炸 并沉没了 但杰索普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杰索普从来不缺乏运气 他也在这次事件中幸存了下来 他在回忆录中记录了这一切 但有一件事他没有写下来 那就是他在1911年 还登上了第三艘不沉姐妹船 奥林匹克号 在他参与那次命运多船的航行中 该船在离开南安普顿后 不久就与英国军舰霍克号相撞 没有人员伤亡 该船也设法回到了港口 但这是否使他成为最幸运的女人 还是最不幸运的女人 宣传 你知道电影泰坦尼克号 是德国法西斯的宣传品吗 不 不是那部电影 是那部电影 1943年的泰坦尼克号 是一部由臭名昭著的 宣传部长约瑟夫 格贝尔维托制作的德国电影 这部电影是为了炫耀 德国在电影制作方面的优势 同时也是为了宣传 传递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 应对整个灾难的信息 影片的尾声写道 1500人的死亡仍然没有得到补偿 这是对英国无休止的追求利润的永恒谴责 这部当时最昂贵的电影 据说在战时经济条件下 花费了400万德国马克 对比2020年约为1.8亿美元 但制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从过于夸张的布景 到导演向盖世泰宝汇报 而一旦上映 它就是德国士气恶化 在短暂的影院放映后就被禁止了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电影疯狂 说到这里 泰泰尼克号是其全盛时期的珍宝 它的建造成本约为150万英镑 但以今天的货币计算 这相当于1亿7246万1115英镑 或2亿2563万876美元 取决于你在大西洋的哪一边 但在1990年 詹姆斯·卡梅隆准备让他对这场灾难的赞美 配得上这些成本 为了制作有史以来最成功的票房大作之一 卡梅隆花了2亿美元来制作电影《泰泰尼克号》 这意味着荧幕中的每一分钟都超过了100万美元 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 总额接近3.2亿美元 因此 卡梅隆花了更多的钱来制作这部电影 可见 卡梅隆创作一部关于泰泰尼克号的电影所花费的钱 比建造泰泰尼克号的原始成本还要多 不过 为什么一部爱情片会花费这么多钱呢? 很简单 因为他们重新建造了一艘船 泰泰尼克号的全尺寸模型 是从头开始建造的 以使这些场景更加真实 原版的泰泰尼克号需要14000人和几年的时间来建造 而卡梅隆的剧组 只用了100天和500名工人就完成了任务 这真是一项 局与大的工程 在这些事实中 哪一个罪让你无法释怀呢?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中告诉我 感谢您的收看